整理卡片笔记是五部笔记写作法的第三步 不过这一步我又拆分了很多小细节 首先我们要整理你的闪念笔记 把它保存到你的卡片盒里面 这个时候你需要去修改 润色你的笔记 改掉错别字等等 简化冗余的部分 一个卡片只讲一件事 这样卡片盒内容多了以后 读起来也不会很困难 也更方便与其他卡片关联 在增加新卡片的时候 我们还要尽量去保持观点的唯一性 你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 去检查这个库里面 是否已经有了相同的观点 比如说我想写一个 关于如何做计划的卡片 我会先去搜一下以前的内容 看看之前有没有写过 如果有就考虑合并 或者删除其中之一 尽量不要去产生重复的信息 那如果你是刚刚建立卡片库 就可以省略这一步 卡片笔记放在哪里呢 这是多数人会想到的问题 因为我们习惯了传统笔记的分类 总想要去建个笔记本 或者是文件夹去摆放 在双链笔记软件中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通过关键词索引 和卡片之间的关联去管理 所以入库的时候就要简单一些 先不用考虑分类的问题 你只需要把当天整理好的闪链笔记 复制到当天的日记下就可以了 每个小点代表了一个块 你可以把每个块都看成一张卡片 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它们可以和库里的任何块相关联 即使这张卡片与上一张卡片的内容不相关 也没有关系 卡片在哪里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关联 那入库之后呢 为了更容易的在大片文字中识别的内容 减轻辨识成本 我们还要去把卡片形式标准化 我个人建议是每张卡片前面 都可以做一个加粗的标题 标题内容呢 应该简洁明了 总结一下你这张卡片讲了什么 也可以以一个问题为开头 总之呢就是你看一眼这个标题 不用看内容 你就知道这张卡片要讲什么 除了标题 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其他的文字都尽量保持纯文本的形式 我很少会用加粗颜色或者画线的方式去标注我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在浏览大片文字时 到处都是标注会很干扰 如果到处都是重点 那就等于没有重点 所以我喜欢让卡片以最简洁的方式存在 这样我会更容易阅读 你也可以把双链关键词的位置统一 我的标准格式是所有卡片的关键词都放在句末 这些规则呢是我的个人习惯 你不一定要完全按照我的来 你可以去定一个自己的规则 反正你要考虑的就是制定一些统一的规则 把所有卡片的形式标准化 这样你的卡片库内容多了之后才不会很乱 减轻你的阅读成本 那这个就是卡片入库的流程 总结一下呢就是三个重点 经解你的卡片内容 直接写在当天的日记下 注意卡片形式的统一标准 关于关联的步骤呢 后续会讲 那现在来解释一下 之前很多人问过的 为什么我不用Obsidian 而是用ROM Research 这就要谈到所谓的灵感力度了 力度越细呢 发挥灵感的效率就越高 在卡片笔记写作法这本书中提到 卢曼的卡片笔记管理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 一个想法 一条笔记 只有在它的上下文语境中才有价值 而它的上下文并不一定是它的出处 关键就在于 一个想法 而不是很多个想法 一个想法可以匹配不同的上下文 但是很多个想法融合在一起 却不太好和其他的内容匹配 比如说 一篇文章可以和另外一篇文章链接 没有问题 但是文章双链的局限是 一篇文章里会包含许多的观点 两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就可能会出现重复的观点 这其实降低了卡片观点之间连接的可能性 等你返回来看你的内容时 你就会发现辨别成本依然很高 你依然要去再读一遍这些文章去挑出不同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的笔记本身就支持一块链接 那么它就可以精确到一个观点甚至是一句话 这样匹配不同上下文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强了 简单来说呢 就是它可以减少冗余和重复 提高灵感匹配的效率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有一个关于计划的卡片 和我以前写的关于执行计划的经历有关 我可以把它们关联起来 如果我以后要写作关于计划的话题 我就可以通过这张卡片找到另外一个例子 很方便 那如果是两篇关于计划的文章 那么在Obsidian里识别成本就会有点高 因为文章里呢会包含许多的观点 两篇文章的观点呢也有可能是重复的 那么我就需要重复去读 这就会降低我的工作效率 所以这也是我不停地强调 快的力度很重要的原因 那ROM Research它不仅是快的力度很细 它引用的快的展示形式 我觉得也是同类软件中做的最精细的 因为它可以把快链接的内容形式多样化 比如说陷入是陷入的卡片呢可以直接修改 修改以后原来的地方也会自动修改 文本是把引用卡片的文本直接复制一份拿过来 可以修改并且不会影响原文 复言是收起来呢可以作为标注 鼠标悬浮呢可以展示内容 不悬浮就看不到 不占位置 等多种形式 感兴趣的同学呢可以自己去看看 它的快引用做得非常的精细 能够满足你不同场景下的需求 那说回Obsidian 那很多人就会疑问了 那我现在就放弃Obsidian了吗 其实不是这回事 卡片笔记系统呢就相当于我很多观点 从雏形到最后完稿形成文章 这个流程的中间系统 而Obsidian呢是终极闭环的写作系统 就是我在准备创作一篇主题文章时 我会汇集所有相关卡片的观点 复制到Obsidian里面去编辑修改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很适合写作 比如说它自由的写作界面 分屏 它可以像word文档一样快速的查找替换内容 但是如果关于Obsidian 对我来说是不够的 因为我希望能够精细化的去做我自己的知识管理 我不喜欢浪费我每一个灵感 我希望它们都是可以复用的 甚至是去相互碰撞产生新的洞见 所以我的卡片和灵感库需要保持唯一性 减少垃圾重复信息 这样我的卡片系统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 所以我不会在ROM里面写作 也就是不管我后续的文章内容会修改成什么样 它放在Obsidian里可能会形成很多相关的话题 或者是重复的内容 一个观点呢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修改补充 会有很多版本 但是它都不会影响我原始卡片的内容 这就是我要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系统里的原因 所以我目前的创作生产系统是这样的 闪念笔记呢用Google Keep 卡片笔记用ROM Obsidian呢就用来写作 这是基于我本身就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的需求出发 我会有非常多的素材需要整理 所以分开管理呢对我来说是最清晰的方式 这是我的个人需求 你们需不需要这样管理 取决于你自己的工作需求 你平时的文字工作内容是轻量的还是重量级的 你是全职的创作者 还是业余做一些读书笔记而已 你只需要懂得使用这些软件 背后的逻辑呢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工具就行了 那本节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节我们来看看卡片笔记的关联 就给你读书笔记的关联 我们下跌了 也论了